法律101 另外呢还有华裔助理康尼参加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和他们两位来了解在我们的车祸法律方面的点点滴滴 当然了希望朋友们也能够由他们的分析当中啊 来了解在遇到在这种车祸纠纷的时候 交通路况的纠纷的时候 你最好的帮手 你最需要寻求的协助 请不要忘了直接和康尼和Mr.Littleton 他们的事务所联系 好 下边我们先欢迎他们 Good morning Mr.Littleton Good morning Honey Welcome to join us Good morning 早安 大家早安 好 早安 早安 我们在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10月份了 而很快就要到10月份了 转眼就是10月到我们的身边 那么开始的话就越来越多的假期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上一次呢 和他们两位也讨论到关于就是骑脚踏车 在这个道路的设计规划方面 Mr.Littleton为大家做了很详细的分析 那么康尼也告诉朋友们 在如果逝去道路方面 脚踏车你是怎么样子来保护自己 以及怎么样和他借分啊 这一个责任归属 那么我们就收到了听众朋友的电话 对于在脚踏车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说 在他们的社区 他们是在社区里边 那么社区里边 脚踏车爸爸跟妈妈中间是娃娃 这个是小朋友 爸爸妈妈在两头 中间是娃娃 小朋友在骑脚踏车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社区里边的脚踏车 他们社区里边 就是有人行道在旁边的这一个人行道 也有在脚踏车车道 脚踏车的车道在 跟一般的车子是分的 就是会分一个脚踏车车道出来 那么他们想问 想起Mr.Littleton来谈一下 这一个在市区跟在他们的subdivision里面 这个脚踏车的车道 跟脚踏车的骑车的行人 有小朋友有成人 有没有特别要求这个孩子 因为是娃娃 蛮小的是小学小朋友 需要到里边走人行道来骑脚踏车 因为他们被他们社区里边 其他的邻居 甚至于就是大概社区管理吧 就是建议他们 他们不应该带的孩子 在这个车道 在马路旁边的车道走 应该要到上面的人行道 那么这位听众听了我们的分析以后 他们就想问一下 这是法律吗 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做 会犯法吗 嗯 ok 所以其实这一个路上面呢 已经有个bike lane 对不对 有bike lane 但是他旁边 但是他的旁边 还有就是 那个行人 人行道 就是因为他那边就是 我们通常来讲 你人行道会高起来 然后旁边还有草地呀 然后会有路树 会有这个tree ok 就是在那里还会有人行道 所以这个邻居 他说有邻居 当然也有其他可能社区方面 就建议他们 提醒他们 说让他们换过去 他们倒不是 听众倒不是故意找麻烦 我要说这一家 这个爸爸并不是要 就是get in trouble 不是要cause任何的headache 他只是听了我们的节目 他就想问一下 如果他们还是在这样子行走 那这会犯法吗 如果他们没有换到那一个 就是人行道上去 他说应该是没有犯法 应该是可以 但是他说还是要求证一下 OK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 其实有一个 caller asking us about where they should ride their bike 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there is mom the kid and the dad and they're in one lane or one file of traffic in their bicycle and there it's actually an actual bike lane but there is also a pedestrian lane so this daddy is asking because the neighbor and you know people in the subdivision they're advising him because you have a kid so it's better for you not to ride on the bike lane but you should ride on the pedestrian road so the dad is just it's not it's not you know asking you know to argue anything but just to know actually where or what should they do in this kind of roadway design well if there is a bike lane then they have the right to use the bike lane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is concerning the child if we're dealing with a minor that is you know say on training wheels or young or may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traffic is they should be as far away from moving vehicles as possible now if you've got a teenager that's on a bicycle they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it there's not much problem with it but please understand you know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o's right or wrong it is a question of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children depending on their age and their agility in using a bicycle ok 所以呢 老板说 其实因为 那个有一个 那个 脚踏车的 那个道 所以呢 应该就是 在脚踏 他车的 这个道 上面 但是 他觉得 最重要的 就是 其实那个 小孩 他是 是不知道 交通 规则是怎么样 或是 他是一个 小小孩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要 要保护他 让他 把 离开 那个 moving traffic 就是在 道路上 行走的 越远 越安全 这个是我们 要保护 不只是爸爸 妈妈 自己 也是小孩子 但是如果 那个中间 那个脚踏车的 那个是个 年轻人 年轻人 当然他们 已经知道 交通是怎么样 我要怎么去 看到交通的 那个流量 或者之类的 或是 法规之类的 那当然 那个bike lane 就可能是 比较安全 所以呢 这个不是 谁对 谁错 谁想的 谁想的是 对的 只是因为 你要看看 看情况来讲 如果 比如说 小朋友 还要用 那个training wheel 附助的 那个轮子的话 那可能 他会不会 在 那个行人道 上面会 远离一点 那个交通 的那个 moving traffic 会比较更安全呢 所以 主要都是 看看我们 是怎么去保护 我们的小朋友了 OK 好 我想这个 谢谢他们两位 我想最主要的 虽然我们这位听众 对 你是说真的 并不是要故意 不是要找麻烦 只想知道 这个法律是怎么样 但是呢 刚才他们两位也说 以法律来讲 是 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绝对可以 合法 有理的 使用 这个车道 但是呢 以孩子的安全来讲 我想任何一位父母 父母之心 都是希望保护 自己的孩子 以孩子来讲的话 他们的安全来讲 避开这个大的车子 避开速度快的 行动的车辆 这个是他们的安全 以他们的安全为着想 那很可能 每一位听众 听到这里都会觉得 我是会要让我的孩子 上楼 上上上去 走上面 也许我跟我老婆 以前以后 我们在车道 但是让他们走上面 所以呢 那这个还是以安全第一 大家都要以安全第一 好 谢谢他们两位的分析 那么下边的话 我想请 Mr. Lutton和 Connie 来谈一下的 这是因为 我们在 现在 常常我们在 我们说 在休斯顿的 这个 Road Ridge 是 常常我们的新闻里面 也会报道 然后呢 全美国的排名 在休斯顿的Road Ridge 是排名是 数一数二的往前 不是往后 我们说这个 前五名 大概休斯顿是 榜上有名的 所以这种 在道路当中 会发生的暴力 或者是说 这种 突发性的 这种刺激性的事件 我想请 Mr. Lutton和 Connie 来谈一下 说 这个Road Ridge 我们说 有时候人家 你 我们就讲说 在中国城 你在Rinchester 你要转弯 然后呢 很可能就有人 有人要执行 你的车子要转弯 那么你可能 看没人要走 你又转了 可是偏偏就有某人 某个青年 或者某个 这个 这个就冲出来了 就冲过去了 冲过去 这个时候呢 你急刹车 对方呢 火大了 拍的车 你的这个 车子跟你吵架 在当场就骂起来 那么这张事情 应该怎么看 我们应该要如何处理 因为 询问这个 这个问题的听众呢 这是一位Lady 一位女士 她是说 她在Rinchester 从那里要转到Bellet 她是右转 她慢慢的开 她说 当然知道 你右转的时候 如果有人行道 有人要走 你让行人先走 她说 她看了没有人要走 所以她开始右转 结果就从Shopping Center 就在她旁边的Shopping Center 结果就有一位年轻的墨西哥男子 就冲出来 就好像是骑着一个脚踏车 就从上面就冲过来 直接冲到她的车前面 但是她已经启动在转 她根本没有 这个怎么过来的 她都不知道 就蹦到她前面 还好她急刹车没有撞到 没有碰撞 但是这一名男子 就在她的车子前面 停下来以后 回头就敲她的车 这个车盖 对着她破口大骂 然后就这样骂 就这样子 她吓死了 她说她很怕 对方拿枪出来 她完全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想她想问一下 就是律师在这一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她的车子 她的车子 她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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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板其实建议我们有几个事情可以做的 那第一个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对方就很凶 然后可能就拍打你的车子 或是想就是在骂 那首先你不要出来 就留在车子里面 然后呢 你就拿你的手机就打911 你打911的时候呢 你尽量把现场的情况 还有就是比如说对方的车子 或是对方的司机是什么人 车子是什么车 或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是个脚踏车之类的 你的地点之类都清楚的跟911去讲清楚 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她提醒大家这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就让大家一定要安装行车记录仪了 因为呢 其实有行车记录仪的话 那对于被 因为她知道有一个camera 所以呢 她要做出来的一些行动之类的 她可能会没有 没有那么就是觉得 哦 没有人知道我做什么 或者没有看到我在骂什么之类的 因为有camera 就可能会 中文怎么讲 就是 你会有证据 你没办法掩盖嘛 没有办法作假 然后 然后Mr.Littleton也是 刚才示范给我看到 就是把你的手机就拿出来 对着她 她知道 就算你没有行车记录仪 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对着她 她也知道 有人在记录 我要在做什么的 那那一些你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不用出来打911 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有手机能拍的 你就拍 OK 好 所以呢 这一个 再度又听到行车记录仪 我们的Dash Camera 所以朋友们现在已经不像在Dash Camera 刚刚出来的时候 哇 好贵哦 有人朋友说这么贵啊 我怎么投资得起啊 哎呀 不大好了 我再等等看看啊 哎呀 我小心一点 其实就像刚才Mr.Littleton和Cony告诉大家的 这一些东西事实上 事实上呢 是帮我们的朋友 你在发生这种意外 或者发生这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帮你佐证 提供你保护 而现在这一个 我们讲的这一些东西 现在已经价钱降了很多很多了 已经不再是像当刚开始出来那么样子的 那个时候的确是比较昂贵 而现在不但价钱降了 而且它的性能更好 所以真的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 要遵从专家的建议 这个律师的中心的这个建议啊 就是朋友们都装上你的Dash Camera 如果没有就像刚才 康尼讲说Mr.Littleton都秀给他了 你就拿手机呗 手机就可以啊 手机就可以了 好 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这位听众提出来的 他想问一下 我们一般来讲的观念叫做啊 大车撞小车 大车负责 小车撞机车 小车负责 这个车子撞人 一定是车负责 这个铁包皮跟没有这个皮包铁来讲 或者光是皮 那当然是铁包皮的通常来讲 错都在他 是不是这是一个在法律上 在这个交通法规上的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定律呢 那这一个 sorry 我跟他说中文 sorry to speak English to you ok now so this question is so is it like that that when we determine liability the bigger car hitting a smaller car bigger car is liable this this smaller car hitting a motorcycle motorcycle the smaller car is responsible motorcycle hitting a pedestrian motorcycle is you know responsible is it does it depend on the size of the vehicle when we come to liability no the size of the vehicle goes to the issue of how much pressure or how much the kind of impact you would have because you can have a large vehicle go only five or six miles an hour and they will put more amount of thrust and power into the impact than a smaller car but that they may not be liable it c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car struck the motorcyclist it came to a stop after the impact and then the one in the middle could have slightly touched and the one in the back may have touched it also because of the sudden emergency type situation so the size of the vehicle is part of the formula but it is not the only part of the case it depends on the sequence it depends on the testimony of the drivers i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damage done to each vehicle so there's a lot of factors that go into what we call the domino cases where you've got multiple vehicles being involved 所以呢 他的意思说 这一个我们的 觉得应该 应该大的就是永远 就是那个 负责任的车子 原来不是的 因为呢 他说 在一个意外里面呢 那个车子的大小 当然是一个因素 因为呢 可能 那个很大的车子 它只是开 五到六个mile 但是可能它 撞到 跟另外一台车子 碰撞的话 它的造成的 那个力量 也是很大 因为它的 比较巨型 或是呢 它比较mass比较大 那所以呢 它的size 是其中一个 要考虑的因素 但是呢 我们也要考虑什么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一连串的 那个撞击了 这个好像 那个骨牌 这样子的效果 所有一连串 我们也要看 sequence 也是说 哪一个碰撞 现发声 是哪一个人 没有看清楚 是哪一个人 没有控制好速度 然后呢 也要看 每一个司机 他们讲的口供 也要看 每一部车子 前的 后的 左的 右的 他们的damage 他们的损伤 在哪里 那那一些都是 在我们所谓的 调查的方向 或者调查的内容里面 我们要需要 考虑的 所以 只是size 不是一个因素 好 谢谢 他们的分析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 因为 我们有 听众 曾经问过 我想也是 我们听众朋友 还需要 我们再请 他们两位来谈一下 就是 当我们意外事故 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程序 是什么 才能够最好的保护 我们自己的 法律方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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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以正规的方面 最好的保护 我们自己 因为有时候 车子一碰撞的时候 说实话 我第一个 很多时候 朋友们第一个 是想 哎呀 还好 还好 哎呀 我好 只要我没有大伤 第一个先 然后再就先松口气 再来想到的时候 谁要帮我修车子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先打电话 给我的律师 我要打911 然后呢 赶快打电话 给律师 然后才会想 哎呀 我要打电话 要不要跟 跟这个 跟老爹讲一声 跟这个 公司讲一下 跟家里边的 这个 也许老公老 跟这个伴侣讲一声 其实到底 应该怎么样子 来做这一个程序 才是一个 最合法的 或者说最合理 对我们最有利的 也许有一位听众说 911 我应该不用 我打吧 我们这个状的 前面已经在打了 旁边也看到 有人就在打了 我应该不用再打了吧 我现在应该 赶快联系我的律师 告诉他 我发生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的保单是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我的保险公司的经纪人 是我去联络 还是我的律师去联络呢 我应该怎么样子做 然后后面才想到 好吧 我跟我爹讲一声 我今天这个 有一个小问题 没事 然后最后告诉 我们家老板 跟这个公司老板讲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要请假啦 明天也要请假啦 因为我车祸啦 你有什么问题 告诉我的律师 跟我的律师联络啦 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才是一个正常的 应该有的程序 才能够最好的 保护我们自己的 法律权益 OK 那 so for an accident right after an accident happened actually what is the best what are the steps that you recommend should do for example who to call first or what to do at the scene that will best protect ourselves from you know in preserving our rights in this accident so what are the reasonable steps especially on who to call should I call the attorney from the scene 911 or911 I see that other drivers are calling 911 should I call 911 should I call my family members or call the body shop or call my boss letting him know I have an accident so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things that may may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so do you have some advice on what are the reasonable steps or actions to take ok right after the accident you need to check yourself and any passengers in your vehicle for any immediate aid they may need at that point when you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ok and depending on where you are at you want to make sure to exit your vehicle and check on the other party as well but don't do so if it's in heavy traffic on a freeway for example the second thing is to remember is if it is a fender bender and that means a small impact from the rear then you want to pull over the vehicles out of the way of the traffic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do not exit your vehicle until you get to a public place there are a lot of thieves that will bump somebody get them to pull over and then rob them so if you're by yourself and you have an impact from the rear you want to pull over somewhere there's a public plac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s you can waive to the other driver to pull over and that will get done if it's a serious impact again check yourself and your passengers if you can exit the vehicle in safety do so do not call a lawyer don't call anybody but your family member preferably 911 first you cannot assume that the other driver is doing so unless they tell you that so if it's a very serious accident 911 is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do because there's a good chance somebody's hurt the last thing is to remember is that when you want to talk to an attorney or someone else about the accident do not do so from the accident scene because the timing of that cell phone call will make it and imply to a possible jury in the future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a law suit immediately not the welfare of yourself or the other driver involved in the collision oh ok now我大概 就列了 大概七点 那就老板 说我们 要留意的 那首先 我们要 看看 我们自己 是不是 有没有 受伤 或是安全 或是你的 乘客 他们有没有 任何需要 会不会他们说 哪里有受伤啊 或他们有 当时候有什么 要情绪上啊 之类的 好了 第一个 查你自己 车上的人 ok 第二个就是 如果路况 安全的话 然后呢 就离开你的车 因为有一个 对方 一个或是 多于一个 对方 就可以问他 看看他们 有没有 就是也是 安不安全 他们有没有 受伤 或者之类 或者需要 或是呢 如果安全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 交流一下 刚才的意外的 好了 那如果 这个意外 第三点 如果这个意外 它是个 我们说小的意外 只是一个 很不太严重的 追尾 然后呢 车子都能开的 那我们是需要 把车子移到 就是离开 那个道路 因为车子能开的 你就要把它 移到一个 不阻挡 交通的地方 不阻挡其他人 好了 第四点 他说 你停的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 跟对方 示意一下 或者在车里面 跟他挥手 就是告诉他 我们现在 先移到哪里 哪里 之类的 好了 但是那个地方 最好最好 是一个 公众的地方 一个公众 就是安全的 不是一个 周围没人的 只是你跟他 因为他说 有一些人 就是撞你一下 然后呢 你车子开到一个 可能比较 骗屁的地方 或是没有 是公众的地方 他就把你的东西 抢走啊 之类的 所以也是要 留意安全 那他就说 第五项 打911 或是打给你的 家人 因为刚才 我们讲到 有可能 其他的司机 都已经在打911 但是你可能 看到他们 听到他们在 他们在 讲电话 你未必知道 是不是911 除非 老板说 除非那个 对方的司机 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打了911 当然你就不需要了 然后你就 告诉你的家人 朋友 然后呢 他提醒大家一个 就是说 不要打给律师 不要打给律师 那个原因呢 就是我最后 要讲的这一点 就是说 另外你的手机 打出来的电话 是有记录的 也是说 出色货以后呢 你第一个想的 就是要 那个诉讼 要告对方 要找律师 而不是 你自己的安全 对方的安全 你车上乘客的安全 或是需要 那那一个 对于我们 如果到最后 可能要告上法庭的话 这一些手机的记录 都是需要 乘上去做 做政策 所以呢 不需要 不要打给律师 好 今天好精彩啊 这一些重要的问题 再一次的 谢谢他们两位 为朋友们 做的详细的分析 时间 哎呦 我们现在已经 到了九点钟了 再次的谢谢 Mr.Littleton和 Konnie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了 朋友们 在节目播出之后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 或者在YouTube上面 可以再度点击 重新再度的收听 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也事先提出来 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和他们一一的讨论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time is up bu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soon in next show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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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